大型舞台上獨立樂團 如火如荼彩排 全場工作人員忙翻 為了9號晚間 要登場的演唱會 以及無人機展演做好準備 團隊都是滿 不會怕說大場面 因為去把握每一次演出的機會 希望在場的長官 都能變我們的粉絲 歌樂團使出渾身結束 即將在台中中央公園登場 而距離會場最近的 逢甲商圈下午 就開始湧入第一波人潮 牛排在盆牆的炙燒下 烤得子子作響 為了國慶連假 湧入好幾萬人潮 小吃攤販提早出攤 備料如同備戰 桌上堆滿食材 那是希望多備的這些都賣完 因為畢竟一年就一次 對 然後高油在 難得在西屯這邊 逢甲這邊 老闆說準備了比平日 還要多五成的備貨量 想準備充一波營業額 而在晚外圍走 九號下午兩點 就開始實施交通管制 台中市警察局 排除一千多名警力 到場站崗 車不行喔 採訪直擊即時已經提前公告 路段封閉 禁止七機車進入 不過還是有機車騎士 搞不清楚封路範圍 遠景必須時刻守在路口 引導車流 下午四點過後 大批民眾紛紛步行在周邊等待 已經帶來一波商機 三類新聞市議會 張展智 SNG小組 台中採訪報導 請問